找一根针 把针插在压角的缝隙里边 这个方法用在抽折的时候 抽得又快又均匀 用镊子把这个纸片折两次 折好以后把背面的双面胶撕掉 然后贴在桌面上 对准压角的边 把布料放进去 顺着纸片这样折叠过来 这样就可以开始卷边了 这个方法非常的实用 你想做多宽的边 你就做多宽的纸片 做好了看一下效果 无论是反面还是正面 都非常的漂亮 剪一块这样的纸片 右边折一下 左边再折一下 然后再对折 粘上双面胶 把它粘在桌面上 与压角边对齐 把布条放进去遮一下 然后把需要包边的布包进去 这个方法非常的实用 你想包多宽的边 你就折多宽的纸片 做好了 咱看一下效果 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 都非常的均匀 做得非常的漂亮 要做多宽的折 就折多宽的纸片 遮好了缝盒 缝好了 咱看一下效果 看看又快又均匀 找个吸管一剪 用双面胶把它粘到机器上 把绳子从吸管里面穿过来 压到压角下面来 缝一下试试 这个方法 简单又实用 做好了 咱看一下效果 真不错 把吸管安在压角上面 安上这个 在做眠的时候 就不用担心会扮压角了 看看走得非常的流畅 这个方法非常实用 还简单 这边 到